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木墙的 每一个人都是木墙的 我告诉你们 无一例外 无一例外 哪怕是非常非常吃情绪价值的人 但是他的内心 如果你让他去找合作伙伴 如果你让他去找利益共同体 如果你让他去找一个 能够跟他共同创造价值的人 他难道会用那种 哎呀看你弱小看你可怜 看你缺缺缺小船 我就跟你搞 会吗 不可能的 知道吧 但凡是你想要资源 你想要什么的时候 你要展现出你的掠夺性跟侵略性 别人才会高看你一眼 明白吗 在这个就是当你要聊商业 或者跟别人聊事业 但凡是聊到能够产生米 能够产生价值的东西 你要让别人看到你身上的血性 别人才会尊重你 如果你跟别人聊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天天说你让不拉几 你让不拉几 哎呀我我播的不容易啊 我好可怜啊 我这个那个的 哎呀你同情同情我 那他就跟你给两个钢被打发叫花子 对不对 他一定是两种逻辑的 你们所问的什么 在谈爱的时候 啊我只是什么 我的示弱 是给予你情绪价值的一种展现 是我的一种表现形式 对吧 我通过示弱 哎让你感受到更多情绪价值 然后呢 得到的是什么 得到的是你对我的那种爱意 对不对 这好像小猫小狗 哎我好喜欢你 我每天想抱着你 毛绒绒 好可爱 这是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你们要一起去丛林里面 去找肉吃的时候呢 去丛林里面找肉吃的时候呢 他还是这个概念吗 他概念都不一样了呀 对不对 那他当然要与狼为伍 与狮子为伍 他才能搞得到啊 对不对 他去与小白兔为伍 那不是只能沦为别人的鱼肉 对不对 这是两个概念 明白吧 所以你们不要把 总是把这两个东西 它混为一谈 当你自己有非常核心的价值 你想要从别人身上 拿到资源的时候 一定要展现出自己的侵略性 跟绝对的能力 你只有这样 别人不给你给谁 你跟他的关系稍微近一点吧 他只会给你 他不会给别人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何况你还是孩子他妈 孩子他妈都不给他给谁呢 他给路边上那个路人家路人蚁 那输得过去嘛 对不对